2024英国美食大厂花莲茶农再次获得佳基 玉里镇池科山的陆宇庄园陈其红 二度获得2024英国美食大厂三星的殊荣 花莲茶叶现在不仅是全国知名 各向国际迈进 年轻的茶农陈其红 有种植茶叶的茶农对他一定不陌生 2023年就荣获英国美食大厂三星殊荣 今年2024这次荣获国际的美食大厂 花莲茶叶现在不仅仅全国知名 更向国际迈进 给予我们的茶品一个三星级的肯定 那这代表说我们台湾的茶品 尤其是我们花莲赤克山的蜜香红茶 它的品质以及它风味上 非常的让英国人 尤其是欧洲非常的喜爱 玉里镇克山常农程启鸿表示 今年太太林雅清才获得花莲县级蜜香红茶品鉴金牌奖 紧接在英国美食大厂 贵TSRO又获得了三星奖的最高奖项 证明赤克山的蜜香红茶是被世界认可的绝佳风味好茶 那这一支得奖的这个茶品呢 是我的夏宴蜜香红茶 那它在它的调性呢 它是属于在刚冲好的时候呢 它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花香 那在中温的时候呢 果香也非常明显 那在低温的时候呢 它更呈现出我们特色的蜜香 那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带领了整个赤克山 把这样的茶品再推向国际 来获取国外的订单 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花莲市孕育茶的好地方 富有太平洋水汽的海洋山脉 独特优美的生长环境 造就了特色茶的好品质 优异的聚茶技术 成就花莲蜜香红茶 以及其他茶品的多层次风味 持续在国际发光 这次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